今天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成民们实在是太热情了 我觉得李老师您应该要帮给我们再一点节目吧 是的 应该说呢 既然来了这么多我们的货员团 那么我们首先先用这个 给我们一达的节目来转转查一下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广播 还有应当呢 都可以准备一些问题 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然后我们学校就把大家听个问题 然后来现场请他们两位进行给他 在此之前呢 我先欢迎一遇啊 我先问你问题 然后他们在竞争图计 我先问一下马龙 呃 据我所说好像马龙与丁宁 早到上海早才离开 但是呢 却没见到你 这个马龙的人影 马龙去干什么时候 两天 两天 去干什么时候 那个 学习宿 我常问他知识 在哪里 嗯 教大 在教大啊 应该说呢 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的 感动啊 在去年冲冒联赛期间 马龙呢 是一方面在这个大股散一方面要 到上海早大明初去学习 这次也是用这个机会 让我们小孩来服务我们呀 真的是 非常欺佩 对 非常欺佩 嗯 现在这个问题上来了 我们地上的问题有货货的一答 为了节约时间 请我们的李老师这边来挑选一下 我先拿你的 呃 先有问必答 龙俊啊 问什么问题 龙俊中必须回答你 实际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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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有词啊 好 然后 第一个问题是 龙俊 马龙哥哥 对做大人这样的冲突 你最喜欢哪一个 为什么 龙俊子 龙俊子 新鲜大人 怎么样 菠萝博 教育是法 反应吗 菠萝博 这个发现我那个小时候在滑队 可能大队也这样 比较好 两人牵着比较顺 新鲜的 就继续龙仔啊 然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作为发型稳如球技的大网伴 你平时喜欢逛街吗 发型没那么问题 那个啊 平时 不会没有目的地逛街吗 然后 再一个就是 对你是不是对你们的造型有要求 你们有没有撕下苹果 谁的品味最好 哈哈哈哈哈哈 造型啊 别太那个沙马克有什么啊哈哈哈哈 选温啊 我说 听名字挺好哈 哈哈哈哈 听到了吗 还是龙俊最聊这儿 对 然后另外呢 再问一个是 跟蔡依林一起唱歌 紧张啊 啊 紧张 啊 紧张 不然跟谁唱都紧张 哈哈哈 放给自己的偶像 然后人家说现场能够轻唱几句吗 今天中国楼总说唱歌要买票 所以说今天大家都没买票就吓死了 我们也在叫楼总在这样一个场合 能够与其他轻唱几句吗 对啊 以后 我刚才听这个人得包装一下 你哪能不能 这是那个明年315的时候有可能出的节目 大家记得吧 大家记得吧 我们先把这个环节先留着 好的 冰冰的问题已经 冰队这边已经马上收集好了 你这也是啊 你这也是啊 难道龙队也想白冰冰的问题 这冰冰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全才 既能够主持又能够掌握又能够采放 经常强服的吧 是吧 在客户放的还好 还少说了一个 呃 然后人家问说 是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谢谢